那個時候的我們都是一個專輯 一定要買個兩三張才甘心 嗨大家好,Ru-chanです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回來台灣的第一支影片 那之前有在follow我的人可能會知道 我從以前就非常非常喜歡杰妮絲啊 這次回家呢就被我發現 我們家有很多我青春時代的寶物 首先是這些 只要大家有去演唱會的話 都應該會買 我不知道是其他的日本偶像 都有這樣的音源上來是怎麼樣 但是杰妮絲呢 每個演唱會都一定會出音源扇 通常來說音源扇會配合演唱會的主題 它的顏色不一樣 這一款是2008年2009年的時候 這個演唱會主題是豪華奢華的鑽石主題 他們的扇子外圍就是用成紅色 整體都是也是穿西裝啊 塑造之後比較有豪華的感覺 我以前主要是三鴨子酒蛋 然後就有很多三鴨子的扇子 Cartoon的中腕雄衣 Cartoon的田中聖衣 後面還有這個 Cartoon Fan Fan自己做的一個 因緣活動 News的團扇 是不是卡美的 我剛才出了那個 鑽石款的小鑽騎囊的扇子 台北演唱會的扇子 台北演唱會三鴨子的扇子 然後這個是六獎啦 三鴨子酒的個人演唱會 我自己是最喜歡三鴨子酒 留那個斜邊的髮型 覺得最好看 這個也是三鴨子酒啦 第二個也是那個鑽石演唱會 這一款是News的2007、2008年演唱會 這個呢也是三鴨子酒個人的演唱會 大家可以看這個扇子的做工很精細喔 它裡面是所有由三鴨子酒的照片拼出的這個大三鴨子酒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心腹 這是緊負亮的 這個也是緊負亮啦 然後這個是Alaris的 這一款扇子一定要關燈跟大家介紹一下 修正你幫我關燈好不好 抱歉啦 感恩 好 唉唷 全按 好 給大家看這扇子很酷喔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顏色 那通常來說 傑尼斯的偶像啊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代表自己的顏色 所以這一款Alaris扇子就可以換成五種顏色 在演唱會的時候啊 可能到那個人solo的時候 你就可以 大家都把扇子切成那個人專屬顏色 那接下來這兩隻呢 是我自己的珍藏版 是小時候的三鴨子酒 這一隻呢 這次是剩下之友還在Tucky人之八下伴舞的時候 這隻是剩下之友自己的 它是2002年的 我這裡總共有18隻算子 小時候的錢都花在這些東西上面 我小時候都沒有特別喜歡買什麼 但是就是剪輯師的桌邊一定會買 現在我找到的是比較像是一些書籍類啦 不知道大家以前在高中考大學的時候有沒有這個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啊 因為隨身都要攜帶這一本 可是又覺得 這一本啊 封面如果就這樣子的話 會很沒有什麼想要打開的慾望 所以我就在這個 自己去雜誌啊 把那個照片剪下來然後貼在這裡當成封面 這個是news的珍藏版的書 裡面也有很多照片 像這個是剩下之友還很年輕的時候很可愛 然後這一本呢 是剩下之友他自己的書 然後他們後面還有這個是GYM 他那時候是跟兩個泰國的偶像一起組的團體 那這一本是比較偏像是有小時候的紀錄 有他還在念高中的時候啊 各種比較 還在比較青春年少時期的時候 這一本也是珍藏版 是我以前的大學學妹送我的阿達西的書啊 謝謝學妹的愛心 這本是我自己看到很懷念的 那個時候 SENYAZIO是TOSHIBA的代言人 然後我就把 TOSHIBA那個傳單剪下來貼在這本書上 那個時候 SENYAZIO有在那個 SEVENTEEN有連載 就是他自己的 寫一些文章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把那個中文翻譯記下來 像這一篇是 第17篇氣用不氣用 是他寫的文章 我覺得是重點的地方就會把它畫線 旁邊我就會寫 我想對SENYAZIO說的話 還會貼一些照片 幾乎照片都是我從雜誌上面剪下來的啊 裡面有很多 我想對SENYAZIO說的話啊 然後我以前的想法啊 在考大學 只考準備指考啊 學測的時候就沒有什麼精神上的寄託 我就會一直寫這些 對SENYAZIO想要說的話 現在看起來又覺得很回憶耶 我以前有在寫那個無名小站部落格 因為之前有人說有看過 那真的是已經看我的 東西看了十幾年的人 這個是SENYAZIO他在個人單區loveless的時候 我把他那個翻邊邊的東西 拿下來把它貼在這個本子上做記錄 報紙啊我也會把它剪下來 給大家看不完 就是滿滿的 我對SENYAZIO的一些感情 就是因為這樣以前都交幫男朋友 傑尼斯都有賣那個深血針啊 然後我就會去買 其實這一張買下來很貴 我以前真的都是把零用錢啊 還有省下來賺來的錢 都是買到來買這些東西 就是有很多深血罩啊 那很懷念 這個是Cole in OVO的時候的深血罩 我就是完全是一個SENYAZIO宅啊 所以東西就是都是SENYAZIO宅 不然就是警戶量 有這個就是警戶量特區了 完全完全全的六獎 六獎很可愛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還有這個 這個是WIG的時候 也很可愛 六獎的臉啊 就完全是我喜歡的臉 我就是喜歡這樣 其實我喜歡的不是SENYAZIO的類型 可是 就可能被SENYAZIO的個性吸引吧 這個是比較年輕的時候的SENYAZIO 哦 就是這個 看 這個一張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買這個很貴 好像 一張就要100多台幣 那個時候真的是 我就記得我都沒有吃便當啊 就為了要買這些照片 看這個都是 比較年輕的SENYAZIO啊 公主頭的時候 天啊 我買了好多 啊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小三清朗的 就是 小三清朗算是我第三個喜歡的 可是 他對他的愛遠遠不及 SENYAZIO還有情婦量那麼多 你死鞋啊 高木雄也 我也覺得高木雄也很可愛 黑色Jump的 我還有一張一錦翔 情婦量這一張 真的太不帥了 所以我就把它特別獨立出來 這一本 非常非常的 值得紀念 是為什麼是因為SENYAZIO 在他的個人演唱會的時候 頭馬來了 就生田斗真來 然後SENYAZIO就去抱住他 這個呢是之前 NEWS在代言24小時的時候 他們有出的 這個是手環 欸我這裡只剩四個 可是我那時候都是戴 那個SENYAZIO的代表色啊 每天上學都戴著 這個是 也是之前一陣子 阿拉希的藍學他們出的周邊 這個是保溫杯 我到時候還沒有用 所以想要把它帶回日本用 這個是之前NEWS有代言一個 日本的服飾品牌叫Ross K 但是因為我買不起衣服 因為是名牌衣服有點貴 所以我就買手環啦 接下來就是 這個啦 登登 這個是因為我已經沒有住在台灣了 然後我媽媽就把我收藏的那些CD 全部放在這些盒子裡面 然後就寫這個 如芳光碟news這樣 我要打開看裡面有什麼 因為不是我收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都不知道 這個是我之前看演唱會的時候寫的report 就是我把我的那時候的座位寫下來啊 然後把他們講的每一句話都抄下來 然後反應是什麼 我們是kartoon啊 然後取順啊 都全部寫下來 然後看一下其他 裡面有放的東西有什麼 我發現的 我很瘋狂的是 就是我CD都會買兩張 我不知道當時我在想什麼 可是我現在推測可能是 一個收藏一個拿來聽 像這個 居然我就買了兩張 三下之久的這個 LOVELESS我也買了兩張 ZICKY我也買了兩張 這個應該是初回盤 跟普通盤不一樣啊 青春AMIGO 然後還有這個 擁抱我的小姐啊 還有這個是 三下之久的專輯 我連開都沒有開 然後 我果然是買了兩張 這個我買了三張 它只要顏色不一樣 我都會買 那個說得我 news的SAKURAGA的 COLERFUL 這是專輯 然後還有 這個是KANJA NIEDO的WAHHA 這個是CD啊 然後這是TOUCH 這是news的專輯 這是很久以前 你看它上面 12345678 這還是8人的news 這個是 三下之久的 密場寫真 接下來的下一個是這一箱啦 這箱看裡面有什麼 噔噔 這一箱也是滿滿 這個 哇 這一箱是演唱會CD囉 還有這麼多 雜誌 這個 三下之久的演唱會 DVD啊 這個是Kartoon的 這裡面有台北場 這個是news的 登噔 NEVERENDING WONDERFUL STORY 這個我也很喜歡 我也看很多次 噢這個是 我剛才講的那個 KOSHIBA的DM 我還留著 資料夾啊 有留一些他們的雜誌照 他們2007年來台灣的時候 我留下來的這個雜誌的照片 愛我謝謝 以前的記憶都全部湧上來了 這個也是小時候的三下之久 安安還有出了兩本 就是 比較性感一點的啦 這雜誌是比較偏 成年女性看的啦 它裡面的照片就會比較 比較限制給一點 小安心一郎的資料夾 有三下之久的資料夾 這個都是2007年台北演唱會的東西啦 Kartoon的寫真集啦 天啊 好年輕 看看年輕的刺激人 這個是Kartoon的2008年啦 NEWS的 Diamond 這個是Arashi 2013年的演唱會的TVG 這個也是NEWS啦 Pasific 這個也是NEWS 這個是2010年的演唱會 然後這個 這個比較稍微重一點 天啊 看那超多的 好我打開這一箱之後 我又發現一個驚恐的事實 剛才我記得也有LOVE LESS 我這裡又找到兩張LOVE LESS 所以其實我好像是買了四張 這個HOSHIO MEGA STAY 我就買了三張 天啊 太陽の涙我也是買了兩張 WEEK我也買了兩張 SUMMER TIME我也是買了兩張 HAPPY BIRTHDAY我也買了兩張 天啊 這個是我剛才講的那個生涯就有小時候的這個 我還買了一樣的兩個 所以其實這一系列我也是買了三張啦 KOIのABO我也是買兩張 然後接下來就是旁邊這個超大一箱 它裡面到底有什麼 首先是放在這個一箱上面的這一款是 Arashi在2008年的演唱會的桌邊袋 打開看看 阿拉西的購物袋 這一款購物袋它非常的值得 是因為它的材質比一般的那種演唱會的購物袋還要好 我那時候看演唱會的彩帶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應該是我在去雜謊的時候看的那一場 這是349的購物袋 是NEWS的 這個是台北那一場的購物袋啦 大家看這個很薄就知道 其實前期的他們的購物袋品質不是很好啦 還有衣服 這點 姻緣服 這是NEWS的戴阿夢的演唱會的姻緣服 還有這個 這是山下志久的寫生集啦 還有 山下志久的資料夾 也是兩張 這一張很帥 山下志久的衣服 這個桌邊比較特別的它是一個帽子的髮夾 也是以前2007年那個時候的購物袋 衣服啊 這應該是廠刊吧 山下志久的資料夾 上會的寫生集廠刊啦 翻開就是非常非常的奢華感 就是剛才那個帽子的周邊 小周邊它除了是牙刷 可以戴著使用的牙刷 也是那個奢華感 這應該是放戒指的 它這個手燈是做成鑽石的樣子 手燈也是很重要的東西都一定要買的 這跟大家介紹的手燈啦 這是山下志久的螢光榜手燈 這個是手機吊飾 它是做成這樣 我都沒有用 都是買來收藏的 手燈 這是2007年台北演唱會的手燈 這個廠刊做的很可愛 就是像美國漫畫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就是身為粉絲 每年一定要買的學年曆啦 這一款是2009年到2010年的學年曆 每一年的那個月曆的款式都不一樣啊 然後這一年就是這樣 粉紅色的 它是做成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敲開來的 然後這一款是2008年到2009年的學年曆 哇它這一顆 我還記得很特別 它是做成像這樣子的 就是罐頭裝 1月跟7月是這個的話 裡面就長這樣 很可愛 是做得這樣透明的啊 7月123456 這裡就這樣 7月3457 然後呢 後面就會有一些他喜歡的東西啊 思喜啊這樣子 就還蠻特別 2007年到2008年的學年曆 它是裡面先有一個小本的 他們每個人啊 想要講的話啊 還有他們的一些 照片 打開之後裡面就會一張一張的日曆 月曆 可以把它架在這個板子上面立著 那以上就是我家目前有的 傑尼斯的收藏啦 不知道會有沒有跟很多人有重疊的地方 過去的青春不再復返 但是還是很感謝他們有在我的青春留下非常多的腳印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呢 都歡迎你幫我按個讚 然後留言告訴我 過去的那個年代你喜歡誰 還是你現在喜歡誰其實都可以啦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呢 都請麻煩幫我訂閱 然後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不然的話 可能就再也看不到我的影片也說不定了 因為我的instagram 比youtube頻道還更常更新 所以如果要看我的日常呢 都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這邊會比較多現實動態啊 什麼的比較日常的生活會發送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訂閱訂閱以外のお勧めの動画はこちらです みんな見てね